大家晚安 今天冷空气的强度有所减弱的 不过明天预估就有一道封面要来通过台湾 那么各地的降雨就会变得比较广泛 降雨的热区主要还是集中在阴封面的北部 东北部要留意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了 那么最后要来提醒大家的这一周的天气重点 就是周末的时候有入冬的首部寒流要来南下 会带来比较干冷的空气 那么在北台湾的地区就可以一扫阴雨的天气 会变得比较干冷的天气 各地的降雨就会开始趋缓 不过就要注意低温可能降至7到10度 所以家中若有年长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务必要来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在我们可以看到卫星云图今天来说呢 除了高平地区之外可以看到其他各区的云量 还是属于比较偏多的情况 并且在阴封面的中北部地区 其实还是陆续的有降雨发生的情况 那么明天来说预估有一道封面要来影响台湾 并且影响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 礼拜六的上半天可以看到各地的降雨都会是比较广泛的 那么很快在礼拜六的下半天 寒流带来这种比较干冷的空气南下 台湾就会从湿冷转变为干冷的天气 那么寒流的影响时间点预估要影响到礼拜一 礼拜一冷空气的强度才会有所减弱 不过回升的温度明显的感受可能要等到礼拜二了 不过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礼拜三预估又有一波冷空气要来南下影响台湾 所以提醒大家 东一东背都还不要收起来 那么放大一下台湾降雨的情况来看 明天来说有封面要来影响台湾 除了迎封面的北台湾地区 持续有降雨发生的机会 并且可能会有段时间比较大的雨势之外 其实全台湾各区各地的降雨也都是比较广泛的 所以提醒中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明天外出也务必要攜带雨具 那么封面的影响可能会一直延续到礼拜六的上半天 下半天寒流南下的影响才会带来比较干冷的天气环境 那么模拟图来告诉您 明天开始受到封面的影响持续到礼拜六的上半天 全台的降雨都会是比较多的 全台也都有降雨的机会 那么礼拜六下半天受到寒流南下的影响 因此就会从湿冷的天气转变为干冷的天气 只有在封面的北台湾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降雨 不过降雨的雨量也都会有所的趋缓下来 再来看一下温度方面 明天北台湾的地区气温刚今天差不多 不过受到寒流南下的影响 可以看到星期六到下周一 温度是降温最为明显的时候 可以看到甚至在礼拜天高温也只有在10度上下而已 所以提醒大家这个预寒的衣物无必要准备好了 那么礼拜二呢温度才会开始明显的往上回升 那么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也不要掉以轻心 这一次呢也会受到寒流南下的影响 所以呢也会有降温的情况 那么可以看到呢在礼拜天礼拜一一直到礼拜二 温低温都会是非常的明显的比较往下掉 因为受到空旷地区辐射冷却效应条件配合的比较好 所以呢低温的情况就会比较明显了 那么东半部地区呢受到本波寒流南下的影响 低温也是只有在10到13度而已 最后呢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天气哦 开始呢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呢 依然是各地的降雨还是比较广泛的 那么明天来说呢 依然呢是受到这种冷空气南下的影响 并且呢又配合上呢这个封面的影响 所以呢全台湾各区都有降雨的机会 要提醒明天外出的民众呢务必要做备妥好雨具 那么礼拜六开始呢受到寒流南下的影响 务必要穿着多穿一件外套 做好雨汗跟暴暖的工作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